对呀,这个汉八刀至少也得有十几刀了吧 这个八刀那个八和树的没有关系 这个八刀蝉啊,这个八刀啊 它是雕刻玉的一个技法 它跟这个刀的数量没有关系 你看这个翅膀这个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倒置的拔字 所以说呢,人们把这个蝉称为八刀蝉 其实它是一种技法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这个八刀蝉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首先呢,肯定是会先用到佗具 佗具加工完了以后呢 再用金属工具加水磨制的方法 所以说这个阴线感觉比较刚进有力 八刀蝉这个文式啊 它左右两边是对称的 这正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受儒家思想影响是中庸之道 你看它左右对称 就相当于阴阳平衡 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的一个文化 中国人思想,做人做事的道理 那就是给我们做事的道理 我会继续讲解咱们 我们做事的东西 我觉得这里是什么 터�量包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